剛剛看了一套很好看的電影 就是單身動物園 The Lobster 原來這套電影有很多不同國家的演員一起去演 我沒有認識到這些人 都似曾相識 有些看得多電影就知道 其中一個女生 我認得是一個007做個幫女郎 這套電影的重點不是她 重點是主角 這套電影 如果給10分 我都給到9分 但這套電影 會比較重 不會是一些很輕鬆去看的一套電影 這套電影是有些深度 每一個位置都有些事情要你去反思 去想 相當搞笑 也有些位置 不知為何很反諷 故事說什麼呢 我最主要是看了她的簡介 吸引了我去看 很簡單 故事就是困了一群人 總之45天 他們就要找到自己的伴侶 找不到就要變動物 就是這樣 中間如果有些人 例如你45天 我又找不到 我又想走 那怎麼辦呢 就會被其他人射殺 被酒店的人射殺 可能被一個參加者射殺了一些逃走的人 他就會被他生存多一天 即45天就變46天 如此類 有些參賽者 可以不斷去殺那些逃犯 而不斷去殺自己的期限 所以就會引伸了很多很有趣的論點出來 首先這個世界 他這個世界觀很有趣 這套電影的世界觀是說 男女要結合 但是一定要找到大家的共通點 你不可以說我喜歡這個人就算了 你一定要找到他的共通點 這個是幾有趣的想法 而且結完婚之後 就是一定要坦誠 大家一定要坦誠 即是不可以說謊 一說謊 如果被對方識穿了 那就要抓他 抓他 即是審 甚至死刑 沒有死刑 他就會把你變成另一種動物 所以劇情就很白癡很有趣 但八痴得利 有些時候他正在反奉現實的問題 當中的男主角 是個肥人 我覺得選擇他有多好 因為他代表了 一個中位素 一個不是很英俊 一個上了年紀 一個中年發福的阿叔 他其實是一個社會屬性 其實這個酒店是一個社會屬性 裡面有很多人 不同的人 愛情的心態是不同的 有英俊 有英俊 也有很多中年怨婦 有些是鐵石心腸 男女也有不同的性格 也有 從頭開始說 男主角就說他 剛剛跟自己的伴侶分開了 就參加計劃 把酒店扔掉 因為他都十二年感情 好像是聽他的 我沒有記錯 十一年零一個月 如果沒有記錯 他一開始的幾段說話 已經是開始說的 我進去了 他帶著一隻狗 那隻狗 就是他哥哥 他哥哥已經變了一隻狗 真是搞笑 原來他就是帶著哥哥一起去這間酒店 然後 接受者就問他 你想變什麼動物 龍蝦 龍蝦 龍蝦因為他長壽和性能力 維持不變 就是這樣的原因 進去 好了 很搞笑 第一天就要鎖住他 鎖住他半隻手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但他應該是表示 你第一天 這樣就 新人這樣 表示一個新人的姿態 他第一天就在一個 他們這樣戒開了 一邊是單身的餐廳 一邊就是成功了 變成雙人的餐廳 但是故事很有趣 就是 你變成雙人之後 這間酒店的人 仍然會監測你 你是否一個雙人 這樣就會引伸一個問題 雙人之間 有些是假雙人 有些是假的 有些純粹是 我不想變動物 但我又 隨便找一個 會引伸這個問題 這個是電影後期 會 用一件事件去 帶出這個問題出來 好了 男主角過了第一天 認識了幾個朋友 有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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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男人 很醜 他們三個 很簡單 在一個 ball room 認識女生 當然 他們有一個 ball room 有些男男女女 排在那裏 外國很流行 總之 李心儀的對象 走下去 跳舞 起碼是個開始 男主角 男主角 那個是很漂亮的 我覺得 他又 很慢地 說男主角 怎樣去 第一下踏山 和一個女生 因為他很有趣 整個 ball room 其實 導演有特地安排 只有兩個 比較年輕的 妹妹 一個 紅髮妹妹 一個 金髮妹妹 是漂亮的 作為觀眾來看 紅髮那個 男主角 這個大叔 走下去 紅髮妹妹 跳舞 誰知道 那個妹妹 噴鼻血 噴鼻血 原來 那個妹妹 經常流鼻血 這個紅髮妹妹 男主角 開始 沒有什麼感覺 他一開始 他沒有什麼感覺 就是 覺得 他有一點 少許 看了樣子 選了樣子 誰知道 其實不是 沒有共通點 基本上 是 因為他 石流鼻血 通常 配合石流鼻血 這樣便可以玩了 那好吧 那好吧 如是謝 過了兩天 接著 那個 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 就 看上了 在泳池 看上了 這個紅髮妹妹 又跑去追求他 但他就聰明了 他專門撼穿自己的鼻 撼穿自己的鼻 撼穿自己的鼻 那便跟這個紅髮妹妹 有共通點 好了 接著他們結婚了 成為 雙人 但是 這個 就要負擔 他一輩子 都要瞞著 他老婆 不可以告訴你 這個流鼻血 是假的 而且要經常 撼穿自己的鼻 去流鼻血 他為了不變動物 如是者 其實中間有些很有趣的劇情 例如 有幾段戲 我也很深刻 第一 就是 他嚴禁打飛機 這個酒店 就是 但是很狡猾 就是 他那些酒店妹 就是 那些 服務員 就是 很吸引 就是 和你 衣服之後 就會加多一個 衣服 就是 會在你的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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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那個服務員 感覺到 你撥起了 然後就彈開 然後就說 今天到此為止 所以 有一段戲很奇怪 就是 那個男主角說 可不可以長一點 你這樣 我很辛苦 但是 沒有理會他 服務員 就是 服務到他 他有 基本的性能力 就算了 其實 原理是什麼呢 其實是想一群男女 都是有點慾望的 所以 令到他們有慾望 去找另一半 OK 這個是 這個是其中一個 就是 一個性的刺激 他 但是 倒含 倒閉 另外 一個很醜的男人 就是 真的 跑去打飛機 結果 就被人認識 不知道 會不會被人知道 很醜 接著 就 在餐廳 拿個 多士爐 辣他的手 就是 一個懲罰 這樣 很白癡 其實 我開始知道 他說什麼 其實 他是在說基督教 或者天主教 那些 禁慾問題 是 簡直是 一個天主教 那些 簡直是 現在的聖經 就是 那個 魔古式 套進去 一個教會 可以想成 教會是什麼呢 出名的是 高浩正 打過編文 不准打飛機 這是其一 其二 就是一定要找到伴侶 他們是 遵守 阿當夏娃定律 阿當夏娃一定是 男一定是 女配 所以 這個酒店 是基於 我覺得他是 暗示聖經 暗示現在的教徒 或者是一些 教會的 做法 就是說 總之 你們在教會找 那 男女配 這樣 真的 差不多 真的 好 那 然後 等我一會 我都要回味一下 那些劇情 真的太滑溪了 然後有一段 他們 起過 那些 叫做 他有個演講台 演講 演講場 演講場 就會定 即每天 我想都會每天 他就會灌輸一些 概念 給那些 酒店那些 參賽者 什麼概念呢 就是 單身 樣子是怎樣 有級別的樣子 很搞笑 他第一段 他好像告白 那樣 沒有舞台劇 那些人在那裡演 有個男人 坐在那裡吃飯 如果擔心的男人 擔心的男人 他就會這樣吃飯 吃飯 說他近親 近死了 OK 他假裝的 OK 如果有個女人 會怎樣 那個女人 就走過去 幫他 弄了那些 嘔吐了出來 嘔出來 就沒事了 即是一個廣告 灌輸給別人 第二個 好笑 很想白癡 第二個 他說 如果女人 一個人 自己逛街會怎樣 那就逛街 然後後面有個男人 跟著他 脫了一條褲 然後做一個 很猥瘦的動作 類似強姦的動作 然後主持人就說 對 如果單身女人 就很容易被強姦 OK 好 如果有情侶又怎樣 有個男人 跟著他 跟著 然後強姦犯 就全程沒有動過 看著這對雙人 然後就教導大家 你看多好 雙人就是 有人保護 那就沒事了 這樣 即是很瘋狂的 不知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概念很瘋狂的 他是有些洗路的 他是叫 洗酒店那幫人 就說 你 即是 又不給你手 又什麼都不給 總之限制你的意識 就是要找另一半 OK 找到就不用變動物 而且 他要你 是有共通點 跟他 是有共通點 共通點有很多 例如興趣 可能天生的缺陷 低的就襯低的 近視就襯近視 男主角近視 跟著 就是 雌豬女 那些 但是這個 人都是在暗喻 我們 其實 人世間的愛情 是在做什麼 其實有某程度 是在找一些共通點 簡單來說 例如 你為什麼會喜歡一個人 可能你是跟他有些共通點 他是想說這件事 然後 其實 在想 共通點是必須 沒有共通點 我們就不能相愛 這個就是 我覺得電影 是帶出這個話題 這個想法 是比較強的 我們經常在想 找那些共通點 其實是否必須 就是 還有 後來會說到犧牲 那件事 你會不會為了 共通點 而犧牲 等於 那個 惡人 他只是惡人 但他要撼穿自己的 伴侶 去犧牲 去奏 另一半 但是 這個 同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了 那一個誠信問題 究竟 一對 是 你是要有什麼因素 維繫著 坦誠 還是 共通點 這些事情 有很多事情 是值得去 想 討論 但是他這部電影沒有一個答案 隨便你怎麼想 總之是一個很瘋狂的電影 那 然後 其實 去到 我基本上 每個場口都想說 基本上 不過現在已經15分鐘 那 我多說一陣子 我都 收皮了 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那 去到後期 其實說他去了 另一個陣營 因為有一個陣營是 是 反過來的 是一些叛徒 來的 是社會的叛徒 在森林裡住 那些人 就是 單身主義 反過來 就是 因為 在酒店裡走出來 那些人 就是 知道 這個 找情侶的遊戲 不適合我 那 我單身 可以嗎 單身 那些人 就不用死 但是 在森林裡過活 但是 他們有一條 屁股 就是不可以和成員 談戀愛 同親的話 就有一些很嚴重的處罰 甚至死 但是 偏偏 這個劇情就是 男主角喜歡了其中一個成員 成員 又是近視的 之後的劇情又很有趣 很滑稽 然後 後來 他又被單身團的領袖 這個 也是紅色頭髮 其實那個是幫女郎 曾經做過 我認得他是那個女生 挺漂亮的 那個領袖 挺漂亮的 但是 純粹是單身主義的 就識穿了 知道 男主角 這個成員 就談戀愛 既然是近視 他就先弄盲了那個女生 弄盲了那個女生 那個男主角 當然是很生氣 就報仇 就 就 走 帶這個女生走 去到 故事的尾部 就是 說他 就是 帶他出村 帶著這個盲女 其實那個盲女 有一段仔 是說他 其實 愛自己多 愛他 某程度 是 因為 他 那個領袖 整盲了他之後 他說了一句話 你為甚麼不整盲那個男 你為甚麼要整盲我 他其實是有少少私心的 這套電影有趣就是說 其實愛情是甚麼 說到尾部 你會不會是真的完全無私 這個狀態 有多少個能夠做到呢 他在說這件事 去到後期 男主角 和 這個盲妹出道醒 最後那個結局 是多麼 他那些成本 是很低的 在一間餐廳上 但你不知為何會心寒 他看到 這裡是會劇透的 你不想劇透就關掉 其實 男主角 跟女主角說 一開始他沒有說甚麼 總之就是 男主角 對著盲妹說 你拿手指給我看看 你拿手腕給我看看 你可不可以笑一笑 讓微笑給我看看 所以 最初 不是很怕他做甚麼 然後 女主角 反問他 你記不記得我的圖 圖是 圖是怎樣的 然後 男主角說 我還記得 好了 然後 他叫了Vater 拿了把刀 原來 他是想整蠻自己 OK 我覺得 整蠻有兩個因素 一來就是 表示一個愛 就是 我已經是和你的感受 和你的感受完全一樣 第二 可能 社會是變態的 總之就是 要有共通電 你近視不行 要盲 那我就盲 直接盲 才可以和你結婚 我不知道 一個猜想 因為他沒有交代背景 很多 但是 這裡有很多人反思 就是 你願不願意犧牲你喜歡 你為了你愛的人 你願不願意犧牲你擁有的東西 在現實社會上 你會不會犧牲你自己 可能 很喜歡女生 但你要犧牲整副身家 甚至沒有生氣 你要睡街 你願不願意為這個女生這樣做 好了 錢財就是身外物 你願不願意沒有了手 願不願意沒有了腳 願不願意沒有了眼 去找一個女生 即是他在說 這個 這麼極端的思想 即是 這是愛情的事情 好了 鏡頭一轉 就去到 男主角真的拿著把刀 就去到 這個鏡頭 即是廁所 打扮自己 哇 即是那場戲 不知道為什麼 是會 很狠心寒 真的 即是 他拿著把刀 是很狠近的 自己的眼睛 那裡 他拍到那個張力是很強的 男主角 猶豫了很久 好了 猶豫期間 這個鏡頭 沒有說他刺下去 就剪回去 女主角 女主角 就在那間餐廳等 這個男主角 好了 這個就是 Close 就是圓了 整套電影的鏡頭 就是他留白的 擺到明給你看 我是喜歡的 反而他留白 你自己想想 那個男主角 有沒有刺到 當然 我們看起來 會覺得很白癡 他根本不需要刺 甚至 我又覺得 有一種感覺 就是 他沒有一雙眼 你有雙眼 其實 有一種叫愛情 這種愛情叫做互搏不足 反而不是一種共通點 是你沒有我補償你 是另一種愛情的昇華 但亦都可能他在說 這個社會不讓他這樣做 不讓有這種compensation的愛情出來 即是不讓互補的 總之就是 反而是覺得有共通點 竹門對竹門 木門對木門是最好的 這種愛情 但不讓竹門對木門 木門對竹門 其實互補不足 那不是更好嗎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或者一些共通點不同的人 或者一些 即是沒有共通點的人 簡單來說 其實可能會更配 這些都不知道 也是一個很令人去想 什麼愛情的事情 今天先說到這裏 多謝收看